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 在中国陕西省 由于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山洪 一座桥梁倒塌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这起事件发生在丹宁高速公路上的桥梁 随着洪水的侵袭 整个桥梁部分倒塌 掉入河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全力进行救援工作 并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搜寻失踪人员 减少人员伤亡 这次灾难再次提醒我们 自然灾害的无情和不可预测性 并且中国北部和西南部地区 目前正面临严重的暴雨和洪水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陕西省的天空 彭扶被一场无情的暴雨划破 幕布般的黑云在山谷间低垂 就在这个阴霾密布的夜晚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撕裂了平静的生活 三中全会的新闻成为黯然的背景 这场洪水中的悲剧 在人的心中深深刻下了伤痕 周五晚上九点左右 丹宁高速公路上一座桥梁 在猛烈的暴雨和山洪中倒塌 掉入下面汹涌的金钱河中 这座桥梁位于陕西省商洛市的 秦岭山脉南坡 是许多通勤者和旅行者的日常路径 当地居民李先生回忆起那一刻 他的声音抖动 我们在桥下的河水上涨时 感到不安 但谁能想到 桥梁会在一夜间崩塌 据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 这次事故至少造成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桥梁倒塌后 现场一片混乱 救援人员在泥泞中奋力搜救 据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习近平主席立即下令 全力进行救援工作 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 尽一切可能搜寻失踪人员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 并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包括安抚受影响家庭 这位领导人还警告应急人员 要仔细检查周围的安全隐患 严防次生灾害 习近平的指示 迅速传达到现场 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 紧急拨款2.6亿元人民币 约合3580万美元 支持陕西和临近的四川省 进行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这座桥梁的倒塌 成为中国近几个月来 因降雨和洪水引发的 第二起致命基础设施事故 今年5月初 广东省南部的一段山区公路 因连续多日的暴雨倒塌 造成近50人死亡 当地居民们回忆起那个夜晚 仍然心有余悸 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 一名男子在桥梁倒塌后 被居民们用绳子拉上来 另一位目击者 告诉成都经济日报的红星新闻 他看到一辆小车在河中漂浮 他自己的车被当地人用手电筒拦住 要求他掉头 因为前方的桥梁已经倒塌 几辆车掉入了涨满的河流 截至周六下午 已经找回了7辆车 灾难发生后 媒体争相报道 Japan Times在第一时间 报道了这一消息 强调这场灾难的突然性和毁灭性 该报指出 最近几天 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 遭受了暴雨的袭击 导致洪水泛滥和严重损坏 这次灾难让整个社区 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许多家庭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亲人 此外 CNN也报道了这起灾难 称中国国家消防和救援机构 已派出游近900人 90辆车20艘船和41架无人机组成的救援队伍 这些救援人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他们不仅要对抗洪水 还要在泥泞和瓦砾中搜寻失踪人员 据CCTV报道 目前已有一人获救 习近平主席周六呼吁全力进行救援 并强调中国正处于防洪的关键时期 敦促地方政府采取行动 这次事件发生之际 中国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正面临暴雨和洪水的袭击 这是全国范围内极端天气的持续冲击 CNN补充报道道 在临近的河南省 因洪水超过10万人已被撤离家园 在西南部的四川省周六早些时候 汉原县的一个村庄遭遇突发洪水 超过30人失踪 当局表示 当地时间凌晨2点30分左右 突如其来的洪水袭击了该地区 许多人在睡梦中被惊醒 陕西省的这场天灾 不仅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无情 也凸显了社会基础设施 在极端天气面前的脆弱性 在这场灾难背后 是无数个家庭的悲痛故事 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亲人 家园 甚至是未来的希望 李先生的妻子 在这场灾难中失踪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眼神中充满了无助和悲伤 我们从来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的生活变得一片混乱 他们的故事只是众多 受到影响家庭中的一个缩影 随着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更多的故事浮出水面 媒体报道中充斥着悲伤的画面 和失望的声音 救援队伍不仅面临着搜救的艰难任务 还要应对接下来几天 可能持续的恶劣天气 商洛市气象局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将有广泛的雷暴天气 部分地区包括事发地 榨水线在内的降雨量 将达到每小时30毫米 约1.2英寸 这无疑将给救援工作 带来更多挑战 在这场灾难中 整个国家共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从政府高层到基层救援人员 大家都在为减少人员伤亡 和恢复正常生活而努力 这场天灾再次提醒我们 自然的无情和不可预测性 呼吁我们在未来 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灾难的影响将逐渐显现 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 将面临长久的伤痛和重建的压力 而这座城市也将在这场灾难中 重新定义自己的韧性和力量 无论如何 这段悲剧性的历史 将永远刻在那些经历过它的人们心中 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日 在中国陕西省 发生了一次重大洪水灾害 导致一座桥梁倒塌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这一事件 引发了全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并引起了对极端天气 和基础设施安全的广泛讨论 事件发生在陕西省南部的丹宁高速公路上 具体地点位于商洛市榨水线 周五晚上9点左右 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山洪 导致该桥梁部分倒塌 掉入下面的金钱河中 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台 CCTV报道 截至周六下午 已有12人确认死亡 约31人和18辆车下落不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高度重视此次灾害 立即下令全力进行救援工作 他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 是全力投入紧急救援 搜寻失踪人员 并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包括安抚受影响家庭 习近平还敦促应急工作人员 仔细检查周围的安全隐患 严防次生灾害 事件发生后 当地和国家级应急管理部门 迅速启动了紧急响应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 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 已紧急拨款2.6亿元人民币 约合3580万美元 支持包括陕西和临近的四川省 在内的地区 进行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当地政府和救援人员 迅速赶到现场 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但由于洪水的影响 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此次洪水和桥梁倒塌事件 发生在中国北部和西南部地区 正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的背景下 这些地区的极端天气持续冲击 使得基础设施和人员安全 面临严峻挑战 例如 在四川省西南部山区的汉原县 暴雨引发的山洪 已造成超过30人失踪 40多户房屋受损 陕西省事件 是中国近几个月来 因降雨和洪水引发的 第二起致命基础设施倒塌事件 今年5月初 广东省南部的一段山区公路 在连续多日的暴雨后倒塌 造成近50人死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 引发了对中国基础设施耐久性 和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的广泛关注 商洛市气象局 预计 未来24小时内 将有广泛的雷暴天气 部分地区包括 十发地炸水线在内的降雨量 可能达到每小时30毫米 这一预测 增加了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的压力 因为暴雨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洪水和灾害 总体来看 这次洪水和桥梁倒塌事件 反映了自然灾害的无情和不可预测性 也提醒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必须高度重视灾害监测和预防工作 中国已经进入7月底至8月初的关键讯期 极端天气的频发 使得防洪和救灾工作变得尤为重要 此次事件的应对和处理过程 将成为未来应对类似灾害的重要经验和参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这次洪水桥梁倒塌事件 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但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自然灾害 这正是我们国家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时刻 这是我们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一步 就像古时候大雨治水一样 我们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防洪体系 才能有效应对这类自然灾害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我们政府完全无辜一样 桥梁质量问题难道不能怪责政府吗 这可不像古代大雨治水 现在是21世纪了 我们应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措施 这次事件完全曝露了我们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好像是豆腐渣工程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2008年四川地震时的校舍倒塌事件 当时大家也说了很多关于质量问题的话题 谢琪琪 我承认工程质量问题确实需要重视 但也不能忽视自然灾害的威力 你提到2008年的地震 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人为因素 日本也是地震多发国 但他们的防灾意识和技术也是逐步完善的 我们应该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逐步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抗灾能力 这次事件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改进的契机 楚天书 你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实际上却很空洞 日本的却是地震多发国家 但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严格标准和监管力度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这次事件让我感到我们的监管机制 和责任追究制度存在巨大漏洞 不是每次悲剧都要等到发生了再去反思 我们应该提前预防 不能再让老百姓成为牺牲品 谢琪琪 你的愤怒我理解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政府在救援和善后工作上的努力 习近平主席已经迅速下令全力进行救援工作 这显示了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 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也拨款2.6亿元人民币支持救援和重建 这些都是积极的举措 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 楚天书 拨款救援是政府应该做的 但这不应该成为掩盖问题的遮羞布 每次出事后拨款救援 这样的循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们需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抗灾能力 完善监管机制 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这次事件是对我们的一个警钟 不要让这个警钟成为一个空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中国陕西省的丹宁高速公路上 桥梁倒塌引发了一场悲剧 至少12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和山洪 导致桥梁部分结构无法承受 最终掉入下面的河流 损失惨重 截至周六下午 搜救行动仍在进行 但进展缓慢 这对当地社区来说是一场无法承受的灾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全力进行救援工作 强调要最大限度降低人员伤亡 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这次的应急反应显示了中国对于自然灾害的快速反应和资源调动能力 中国政府迅速拨款2.6亿元人民币支援受灾地区 这表明政府对于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资金保障和行动力 然而 这次事件也曝露了基础设施在极端天气下的脆弱性 位于秦岭山脉南坡的商洛市周五下午已经有金钱和水位上涨的迹象 但依然无法避免桥梁倒塌的悲剧 当地居民的目击报告显示 暴雨和突发洪水来的如此突然 甚至救援人员的行动也受到严重限制 这让我们反思在应对极端天气时 是否有足够的预警系统和防范措施 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北部和西南部广大地区正面临暴雨和洪水袭击的背景下 四川省的汉原县也因暴雨引发山洪造成超过30人失踪40多户房屋受损 与此同时 临近的河南省也因洪水影响超过1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这些极端天气事件让人们不得不考虑气候变迁对自然灾害频率和强度的影响 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和无情提醒我们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相关部门需加强气象监测和灾害预防 以提高应对能力 这次陕西省的桥梁倒塌事件也让人联想到今年5月初广东省的一起相似事件 当时连续多日的暴雨导致山区公路倒塌 造成近50人死亡 这些事件的频发显示出中国在面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时 基础设施的韧性有待加强 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基础设施的检查与维护 并在新建工程中融入更多防灾设计 提高整体抗灾能力 总结而言 这次陕西省的桥梁倒塌事件 暴露了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和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尽管中国政府迅速反映 投入巨额资金和人力进行救援和重建 但仍需进一步加强预警系统和防灾措施 来应对未来可能更加频繁和猛烈的极端天气事件 这不仅是对于中国 也是全球各国在面对气候变迁挑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